Luca 生日晚安 烤酒晚安 烤酒晚安 我還沒化完妝 你還沒整理好東西 整理 你還沒整理好東西 整理 Luca要不要先吃東西 好我還沒吃東西 今天好想Luca 我也是 好累喔 我35分到家 然後趕快想說不行 不能完全沒化妝 至少要化一下 然後趕快 趕快化一化化一化 然後換一下衣服這樣 謝謝是我小雞胖胖 今天好晚安 我今天原本想開兩個小時 但是因為開始的太慢了 所以1.5小時好了 你今天沒... 對啊我今天出去沒化妝嗎 光是叫我們今天都真的很臨時 那我明天沒空啊 這禮拜我都有事情 所以呢 我就沒辦法 我也不能改時間 阿爺晚安 謝謝送我小辣椒 晚安 後面幾天一定很忙 對啊 如果不用搬家的話 就不會這麼忙 但沒辦法 就11月忙到有點 讓我不太開心 對 而且要公演 對啊 吃個東西準備好 我今天要吃泡麵 但還沒煮水 還沒煮水 所以先煮完水再試 我剛剛以為要念了 因為 剛剛一排辛苦了 啊 一堆事情 要驚嚇是今天原本 我們的 作業是 兩天後才要繳 這樣今天突然被說 今天一定要繳 我就不開心 不是兩天後嗎 趕來趕去 真的很臨時 我真的快氣死 但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這在職場上很正常 對啊 算了 過飯不吃了 今天可以好好抱怨 吐司晚安 我們要回來吃晚餐 想先體驗職場 不想體驗 這種壞事情 Eco晚安 欸 沒有他沒有說晚安 對不起 OK 因為我最近開了那個 誰來的我都可以看得到 怎麼看起來不開心 也不是不開心啦 就是剛剛很趕時間 謝謝 對呀呀晚安 小樹晚安 那個不會很喜品 還好因為最近留言不多 宣宣晚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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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妝好美 謝謝 最近的嗎 最好的嗎 還是 不好的嗎 不好的嗎 不是好的嗎 笑子 好的嗎 是有錢的嗎 對 是嗎 謝謝 謝謝杜洋洋的告白氣球 你在鼓勵我嗎 謝謝 有什麼好的忙 好的忙就是 賺很多錢的 工作 顏顏晚安 那我去泡熱水好了 我要吃泡麵 還有這個雞胸肉 對 我記得我中午有煮水幾塊 可是晚安 今天 捷運超多人 而且我帶行李箱 所以就是 我從 我今天從中校復興那邊 搭捷運 因為我不小心 我不小心下車了 對 我從公司搭藍線 我以為 對 我就不小心先下車 欸 怎麼 我怎麼在中校復興這樣 結果那邊超多人 我都在排隊 捷運現在越來越多人了 下錯地方 然後我就是 又要排藍線的捷運 然後就一直等 結果那邊排超多人 然後第一批我搭不到 然後第二批 在我面前搭不到 如果我沒帶行李 我可以擠過去 但是 沒辦法 唉 我就是 等了很久 那邊真的 等很多人 對啊 中校復興下班時間很恐怖 對 就是我剛好 我今天剛好就是 下班時間 搭捷運 咪酒晚安 好累 心好累 我今天開車也塞車 之前 遇到捷運孤單整個站點大爆炸 我這邊早上五點多先回去是 啊辛苦了辛苦了 沒有斷勾勾就好 我去看 露卡目前搬得如何了 就是一直都在搬東西 其實裡面通常還有很多空間 大家不會往裡面走而已 對啊真的 我在台中市開車回台北新店 今天辛苦露卡了 感覺你最近好忙 真的很忙 季風亮晚安 謝謝米酒的千子賀 謝謝乖寶寶的小號角 謝謝大家 都在塞車 今天是禮拜五嗎 不是吧 禮拜四也這麼塞 台灣沒有人幫忙 塞進車廂 對呀 趕快做水 好沒問題 等我一下下我快回來 好累 我現在地板有點亂喔 大家希望不要在意 阿福 小莫 阿嬤 快到 practitioner 小莫 看起來在撒嬌 超可愛 什麼啦 什麼肥肚肚種味 我還沒用好 等我一下下哦 幹嗎 阿波獎 阿波獎跟大家打招呼嗎 阿波獎 快了快了 阿波獎 我今天要吃的是這個 番茄的炒麵 好像是日清的嗎 台灣的日清 謝謝 阿不是炒麵 對不起 泡麵 今天愛心嗎 我還沒看到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 我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這幾天真的 讓我有點心很累 不是 但還好不是被罵的那種 就是 忙到心很累 喔 動漫長要去看妳 好啊 動漫長 AC 大家記得來看我們哦 那個要付錢對不對 好像要付錢 誰罵妳我罵妳 我把妳罵回去 沒有我昨天叫清潔對 然後我備注那邊我寫 希望 希望下禮拜再過來這樣 結果昨天 晚上 我突然收到訊息說 他們明天會來 我想說 他們都沒看這個備注嗎 對 然後 如果明天會來的話 我今天晚上 一定要把東西翻到那個地方 對 所以我昨天 十一點半到家 然後從十一點半到一點半 我一直都在搬家具 對 因為我這次生情有點多 兩個書櫃 三個鞋櫃 然後一個矮櫃 然後都很重 都是木頭的 對 然後我一個一個搬 沒想到隔了兩個小時 取消下次再來 我想說 我想說 我下禮拜好像也忙 有點忙 桌子我這次沒有丟 我是沒辦法去列斯卡加油 新加坡的 好好好 粉絲會去 你沒有人找辦法忙 是晚上突然收到訊息耶 晚上 然後九點半之後才可以放東西 我要怎麼找人啊 呵呵 真的太臨時了 我真的 啊 呵呵 因為上次我記得 我叫清潔隊 都是兩天三天後才收到訊息 可是這次就是隔天 就收到了 我就 啊 幹嘛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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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一下快一下 你真的需要強壯的工具人 然後對 然後我今天 我不是怕了嗎 今天差不多下午 快五點的時候 清潔隊的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 你的備註那邊說 希望是下禮拜來什麼的 但是 我今天早上清潔隊的 已經把我的家具 全部都拿過去了 拿過去了之後 清潔隊的又打電話給我這個 然後他們說需要改時間嗎 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清潔隊的已經來了 我把家具一切都丟了 是班的人跟打電話的人 都沒在溝通嗎 真的傻眼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喔所以就是 這個案子已經都結束了 然後 我說對 都是我昨天晚上 在滿的東西 還有要丟嗎 要啊 但我一個人沒辦法 這個就真的要找人 沙發跟衣櫃 但我還沒 還不知道 嗯 我的朋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來幫我 對 那真的沒辦法 沙發真的很 喔你說什麼沒辦法 嘿 我又一次更好笑 那個兩個人也搬不動吧 可以吧 我相信可以 我們是朋友需要我嗎 是滿需要的說實話 請找我幫忙 是真的滿需要 但是 對 這也沒辦法 就只能 自己一個人要加油 這為什麼流動 這流什麼東西 我剛剛發現 我的桌上有點濕濕的 想說流什麼水 還以為碰巧的 嘔吐 嘔吐的東西什麼 結果是這個 雞胸肉的那個 裡面的雞汁 留在我的桌上 有了超多 超 好麻煩喔 好麻煩喔 晚上去 金美刀垃圾 今天都要問我 怎麼來金美丟垃圾 退完餅 好煩喔 我現在桌上太多東西了 是因為 我把櫃子幾乎都丟掉 所以呢 原本放在櫃子裡面的東西 都不知道要放哪裡 所以我就先放桌子上 哈哈 我的泡麵呢 我的泡麵是不是已經三分鐘了 Ruka晚安 RM先生晚安 還沒搬過去嗎 你的手還一定很精彩 我不知道耶 因為 我不確定 我的手還有沒有感受到 我在搬很重的東西 是不是只有感 感受到 我在走路 三分鐘了嗎 超過了吧 搬東西 感應不到吧 只知道你在走路 對啊 喔有番茄味 我先吃這個 雞胸肉 いただきます 哈哈 心跳太高 他會通知嗎 可以設定嗎 我的好像不 目前我沒有說過 你猜我有吃 我自己做 嗯 太高要設定 我目前跑步都是 最高也170多 我不知道 搞不好我超過180才會通知 我的手錶才能叫我放鬆 喔真的喔 今天啊 甜點還沒吃 那你等一下一定要吃 你真的 快氣死 我的雞胸肉 吃東西按成分了 喔謝謝 好吃吃看這個番茄麵 不知道好不好吃 心跳太高才會通知 你上次不叫180 喔不對 是你看錯 我不知道欸 我忘記了 那次是107 喔108 喔喔喔喔 對對對 我有講 現在才吃晚餐好晚喔 因為我剛剛才到家 因為我剛剛才到家 而且現在有點熱 我把 有了有了 在這裡 真心覺得搬家好勒 今天不用跑步了吧 我不想跑步了 今天超級不想跑步 今天真的不想 而且我開完直播 就已經11點多了 今天雖然綠冬 但還蠻熱的 搬家超麻煩 先吃 普通的好像比較好吃欸 但偶爾吃這種的好像也不錯 偶爾吃這種的好像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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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買了 RUKA 拜拜 拜拜 我加一下蔥 我們家好亂 因為我 我剛剛不是說我 我把櫃子丟掉了嗎 所以 我們家現在沒有地方可以放 可以放鞋子 對 就都是隨便放 台灣日清跟日本日清味道不一樣 喔真的喔 了解 但我也沒吃過日本的番茄泡麵 深夜放多餓了 其實是放門口 但最近要搬東西 放門口其實也有點不太好 對不好走路 看你吃我也餓了 對 最近番茄有找到一些 我跟卡妹幼稚園的時候的 我們的聯絡簿 對 就是發現我媽跟 幼稚園老師 都是 有點像教化日記的 概念吧 就是 老師會寫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陸卡牆今天在幼稚園都很乖喔 什麼的 然後我媽會 會跟老師說 他今天好像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請注意一下 或是今天 今天回家不用搭接駁車什麼的 對 你們聯絡不一樣寫日記喔 但是我讀的學 我讀的 我讀的幼稚園是 雙語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算台灣了吧 台灣的話 LUKA都有簽聯絡簿吧 不是 我沒有 是我媽跟 幼稚園老師 也是一種教化日記 沒錯 我那邊跟卡妹那邊寫的 有點不太一樣 就蠻好笑 聯絡簿你有自己簽過嗎 幼稚園是不可能的 國小是有 國小我早就丟了 也不會寫什麼東西 國小的話就是 不是只會寫明天要帶來的東西 什麼的 對 老師也不會特別寫什麼 雖然大家一提 在台灣話的聯絡部是 重罪大惡極的行為 喔真的喔 幼稚園不用自己簽啊 不簽聯絡部真的很可惡 國小就有了喔 因為應該說你們的聯絡部 跟我們的聯絡部有點不太一樣 對 然後我們幼稚園就是有點像教化日記 然後 國小 國小 國中的話就是 只會寫明天有國文科 數學課什麼的 然後帶 要帶來什麼 然後明天有考試什麼 就 寫一下 然後我媽看到就幫我 蓋章這樣而已 我同學有人拿給弟弟 哈哈 你們的話是不是 有些 台灣的聯絡部是不是老師都會寫東西說 今天留家在 課堂上有 就是 私語嗎 就是講話 一直都在講話什麼的 今天有卡卡的嗎 卡的是什麼意思 沒事又不會寫 會寫的東西八成都是壞話的 了解 在上課偷聊天什麼的 那 你講話太長什麼 這種的事情應該會被寫嗎 剛剛一直斷斷續續 喔真的喔 那應該是你們的問題 每次都 寫我媽這樣話 欸說到清語 日本有一個搞笑藝人 超級像清語 我每次看到他都會想到你 哈哈 那應該是你們的問題 那我忘記那個搞笑藝人的名字了 把叉叉的清 筆弄壞 把誰誰的 水服弄壞 啊 小時候好像真的有這樣的故事 是誰 不是小黑 其實就是他吧 我等一下查一下名字 這麼一笑嗎 體型不像 但是我覺得臉有點像 哈哈 他我想一下他是誰啊 但是他最近很有名 他噴了到處都是 你是看到什麼看 呃 思佑秉的Downdown 禮拜三 那個節目 聽你西麵聽起來好好吃 西麵 喔對 但我在 我雖然日本人裡面 不太會西麵的人 今天有嗎 喔對 今天應該有 今天應該有 等一下喔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他 這個這個他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叫我 他都是一個人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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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 一個人活動 的搞笑 藝人 我突然忘記他名字 但我覺得有點像 只是他沒有頭髮就 他有 有時候 他有頭髮的時候不太像 我覺得有點像 也不是超像 這個這個很像 而且戴帽子 是沒有頭髮嗎 我覺得應該是 呃應該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哈哈哈哈 但提型就不像了 但提型就不像了 對 還是帽子型 啊對對對 帽子招型 呵呵 我每次看 每次看MinaMika出現在 那個 電視上 每次都會想到清雲 想說 好像某個角度好像真的很像 對 他最近常常出現電視 整人氣化就蠻多 清雲可以模仿了 我也覺得可以 我很想看 怎麼啦 喜歡你 日本的節目 あまり見ないけど 水打は見てる 啊同じです 同じ 私も水打は見ます 最近 私の好きだったYouTubeの人が 今活動休止して 活動休止してるので 日本のバレエティばっか見まくってるんですよ やっぱ水打は面白いですよね 他有什麼特別段子嗎 欸我想不到 我真的幾乎都是 整人氣化才看到他 有沒有喜歡你什麼的段子 可以玩 啊對 你下次玩的很像 捷龜不要那種 那你幫我選整人氣化 整人氣化的みなみがわ 原來是要被整的部分嗎 有一次整人氣化就是 禮拜三的整人氣化 常常有的 有一個 企劃就是呢 只有我 只有一個人住的家裡面 突然有 有一個人在 在那邊 會不會嚇到 這種企劃 然後 一開始是 就是很像清雲的 他被整 就是 他一回家就發現 他認識的人 在那邊 然後 然後呢 結果 整人完之後 換這個很像清雲的人 他要整 整對方 就是 原本要整整人的那個人啊 他結束之後 不是很放鬆嗎 然後很放鬆的 狀態 一回家 就發現剛剛的那個 剛剛被整的那個藝人 站在我自己的家 然後 就很可怕 我覺得我比較帥 他長得很 啊對 有一點點 他個性不太好 聽說 你比較好看是真的 而且你比較年輕 那個很恐怖耶 對 真的很恐怖 我很想看 一開門就是清雲在那邊 可能性不好 沒有他常常被說 什麼 但是我不太知道 他到底做了什麼 可是他有小孩 這個角度蠻像的 等一下喔 現在光不太好 這個角度蠻像 連眼鏡狂視都一樣 也有可能啦 如果沒戴眼鏡 搞不好就不太像 還真的很像 對不對 拍一張對照圖 對這個 要不要拍這個什麼 全面戰爭開始了 對 全面戰爭開始了 他的眼神 也應該不是色色的那種 是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 但他最近真的蠻紅的 對 這麼說起來的確很多人像清雲 清雲宇宙 很像叉叉嗎 露卡丸 剛剛那個是什麼粉絲的照片 不是 這個是日本的搞笑藝人 然後我想說 這個日本搞笑藝人 怎麼有點像甜甜圈 謝謝 送我咪咪你 謝謝M先生 沒頭髮的都像 也沒有小黑就不像他 好好笑 我下次如果有看到其他很像你們的搞笑藝人 我再告訴你們 要夠賺吧 他沒有很賺 限定是搞笑藝人嗎 也不是限定啦 對啊 也不 為什麼只有搞笑藝人 這樣像嗎 很像耶 很像很像 給大家比較一下 剛剛的全面戰爭 等一下怎麼突然找不到 不行他有特效 這樣 那個不是日本人嗎 那個根本是本人 好好笑 姓名學的威力 這樣像 對啊這樣清雲你也可以說 我很像日本人 你的外表很像日本人 你不能 清雲為什麼要放他的照片 下次握手為第一句要講全面戰爭 我敢會不會笑死 搞不好會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記得他 他變紅 好像是因為靠 講話 不是什麼 有 有一個 特別的 catchphrase什麼的 天天圈紅到日本 而且他是那個耶 綜合格鬥家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綜合格鬥家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綜合格鬥家 了解 我其實不太了解他 搞不好下次千年去日本會被採訪 日本有一個 日本有一個 有一個節目就是 要模仿對方的那種 就是 Sokuri-san 就是 今天 今天的那個 來 今天的來賓是很像誰誰誰的誰 然後3 2 1 然後就公開 然後其他人都說 哇怎麼這麼像 聽到了吧 你各位不要肉 哈哈哈哈 應該不要 全面戰爭開始了 哈哈 我的泡麵越來越吸 那個吸湯了 很像誰誰誰的誰誰 先吃 我突然想到 露卡 露卡可以拿 MinaMikawa的照片來給我抽抽嗎 可以 當然沒問題 等一下 我找一下全面戰爭 全面戰爭要開始了 全面戰爭要開始了 我拍到的機遇 哈哈 你如果開播 用這個特效 應該也會變成這樣 哈哈哈 幹嘛自己走自己 我換一下特效 給他戴帽子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我一直想想 然後還好你今天有來 你笑我超過分 沒有 因為是因為戴那個 這是原來這是Lamigo的帽子 你什麼時候發現了 就是應該是這幾個月吧 就是發現 我看節目常常會出現了它 哪里 對但我想說 是不是 是不是只有我這樣覺得 但還好 沒想到本人也說這根本是我 這幾個月 清雲這麼久沒什麼呢 碰巧也很可憐 一到家我就直接開直播 完全沒理他 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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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 不是啊我剛剛說什麼 對說到西灘我之前在 我之前在打工的時候 我把烏龍麵 我把烏龍麵就是上 就是上有一個客人 結果那個客人一直都沒吃 大概十分鐘吧 他一直在先吃別的東西 或是在滑手機 然後他要吃的時候已經吸到那個麵了 然後結果直接就是 直接罵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這麼快就沒湯了 之前都不會這樣什麼的 我已經想說明明就是你 你都也沒在吃 FB不會公告時間後 我都跟不到 現在應該之後也不會公告時間了 你白天也有理他 這樣也要罵我 沒有就他就一直講啊 就是感覺自己沒吃的 明明就是自己沒吃的問題 結果這樣還怪我們 然後叫我們加湯 對啊自己的問題也可以嘛 真的是傻眼 對每次 每次 每次 每次就是 看到吸到 吸到湯的麵 我就想到那個奧客 不過為什麼關完了 每一路卡直播時間 我也不知道耶 所以我都自己 我都發在兜坟那邊 或是線洞上 所以大家希望 要看我直播的人 就是記得看我線洞 今天不是有呢 我也不知道耶 光光有 有就好 誰說沒有 是不是沒有看清楚 我 繼續吃 繼續吃 啊對 我媽的印章 後來找到了 我找了超久 嗯 我原本 原本啊 我媽叫我把 她的銀行的印章 跟舊的 那個叫什麼 站單 不是站單 就我的銀行的那個卡 不是卡啦 那個叫什麼啊 很像本子的那種 她叫我 叫我找 然後我原本是放個 跟 外幣一起放 對 放個同一個袋子 結果我找不到 存折嗎 這是怎麼念 存折 對 然後我找了半天 還是沒找到 對 然後我就開始找別的地方 什麼 船的下面啊 還是在櫃子裡啊 還是在桌上啊 什麼的 找了幾天了 我上次說找不到之後 就一直找到今天 我找到 我原本放的那個袋子裡面 我發現 那個印章在外幣的 真的 最下面 然後我媽就罵我說 我不是叫你找那邊 我說 我有找 而且我找了三次 結果那時候沒出來 但還好有找到 對啊 有找到就好 對今天才找到的 今天出門前 出門前才找到的 找到印章了可以去做壞事 也不會 也不會啦 我才不會做這種事 但我媽現在的銀行的卡 都在我這邊 對 我是用那邊的錢 然後 付房東的那個錢 對 我都是從那邊拿房租 之前直播列過 之前直播列過 我是會忘記要找 然後過一段時間 那東西 就會自己出現 尤其那個番茄麵 我覺得蠻好吃 但這個好像不是 這個不是嗎 這好像是台灣的 我也不知道 不特別的東西 不特別找的東西 都會自己跑出來 但我這幾天啊 就是因為這個印章 我都是 心滿累的 想說 為什麼都不會出現 對 就是那時候就是 比起整理東西 我先找印章 對 然後我差不多過了三天 然後就覺得 好吧 真的找不到 不然我就是 先整理一下東西 對 我們家現在 就沒有櫃子了 就通通都丟掉了 現在 現在就 嗯 就是要開始 整理一些 衣服 喔謝謝米酒 送我香檳 Thank you 鳳姐怎麼一直喵 因為我今天 一到家都沒有理他 辛苦了 至少要稍微 放心 對 我現在很擔心 我公演禮拜天也要上 有點擔心 你等等會不會被他攻擊 有可能耶 他很想撒嬌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打我 你放這裡 然後碰獎也發現 他的櫃子 就是他平常睡的櫃子 我不是拿去丟了嗎 他就是沒有地方可以睡覺的 這麼臨時嗎 有可能 我只能說有可能 你的體力可以嗎 說實話不太好 雖然有A11的 也有三場公演的人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啦 對啦 對啦 像是01啊 面面啊 翼雲啊 好像都有三場 對不對 周日玩獸 喔真的喔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又沒玩獸 禮拜天我會去ACE 禮拜天要上班 好啊好啊 有ACE 林一 我就要等你 林一只有兩場公演 喔真的嗎 喔對齁 P跟第二 喔對齁 對不起不是林一 那應該是面面跟翼雲 對 Mina要嗎 Mina是不是也是三場 兩天都會ACE看你的榜 呵呵 沒票了三星 她11沒有 Mina是兩場 所以誰有三場 誰有三場叫ACE 為什麼一遇沒見 因為還不確定 什麼事情都還不確定 所以有可能不會上場 有可能會上場 對 只能這樣說 就是可能前一天才會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你們已經應該可以看到我很多了 兩場嘛 我這個也有兩場 還有兩場ACE 你已經夠多了 就他們兩個了解 我現在喊的call不太一樣 你可以聽得很清楚 喔好啊 不過禮拜五公演有事情 我先離開 喔不用見受啦沒關係 不行不夠 不夠我還要 喔真的嗎 也不是營運的錯啦 就這也沒辦法 對啊 這就不能怪營運了 就是 我也不知道要怪誰 但就是 人不夠就只能這樣 捷哥我還要 啊 但是最近我真的都在忙 我真的都在忙 就是幾乎都在忙搬家的事情 所以 我當然不太喜歡 參加三場 但是 如果 我原本想說如果我有三場的話 你們記得來看我 但我發現禮拜天的票是不是已經賣完了 那就沒辦法 也不能怪營運啊 因為 現在真的缺人了 怪日卡長得太可愛 也沒有 終於半鐘 對 終於半鐘 喚醒了出所 程 彭墻現在在行李箱上面叫 cereal 為什麼在那裡有 因為我們家沒有櫃子 他都只能爬在行李箱上面 哈哈 太可憐了 彭墻 不行 我要去換大頭天 我好噁心 好啦好啦好啦 旅行貓咪 剛好有看週日 本來還想敲禮拜天公演 碰錢再玩什麼好玩的 如果 我有我禮拜天會上場的話 我相信營運一定會先公告 先公告啦 對 然後如果他們來不及公告的話 至少我會發 在兜粉裡面跟大家講一下 太可憐了 碰槳 不然盤到露卡身上 露卡AC在哪邊 喔 好像幾乎都在右邊耶 你們的右邊 我想一下喔 對 幾乎都在右邊 嗯 現在不好說 只能這樣說 當然也有特殊情況 像是之前 我們上次不是 彎彎突然很不舒服 身體不舒服嗎 然後就是國國代言 不是代言對不起 國國代位 對 臨時代位這樣 也是有可能的 對 想想面面AC 一家三公演 還有其中 考生寫T明信片 有夠長了吧 對啊 然後他不是還有 前陣子不是還有那個嗎 施木語的 也是他耶 而且他也不是 他他搬玩家了嗎 哎呀他也很辛苦啊 對 我可以理解 我真的可以理解 我真的可以理解 對啊 還去高雄 太辛苦了 來 我繼續吃 之後還有跨年呢 我不知道耶 對 面這次生日梯賣 喔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路卡要當副主長嗎 不要 搬完了 對 我記得他最近也在滿搬家 應該是前陣子嗎 路卡跨年是老人組 什麼是老人組 我過年真的可以有活動 但是跨年我真的不行 對 日本人 喔 日本人一定要跨年 日本人的跨年跟過年一樣 對 海拉麵已經冷掉了 沒事 路卡是回家族 喔 對 對 路卡是回家族 我要回日本了 看來不用更去跨年了 嗯 有人還是跨年組 TP老人組會飛很遠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 應該是本來 我應該本來就沒有在那個名單裡面 嗯 開心不用買機票 是飛很遠 是飛到哪裡 要跨年可以啊 10點前記得回家 10點前 我現在原本在想說 因為日本跨年不是比台灣早一個小時嗎 所以先日本跨完年之後 再開直播 就跟大家一起開什麼的 外島 那不是 那確定我沒有在裡面 對 去外島跨年喔 是活動嗎 蠻酷的欸 說實話 加進去 對 我今天晚餐就吃這樣 不用花時間 對 好吵喔 之後會不會小琴罵我 我說你們家貓怎麼那麼 怎麼那麼吵 跨年表演吧 外島有活動 我不知道 確實沒有 確定沒有 就跨年場我也不知道 飛沙爛上面翻煙火 跨年帶我來說真的沒什麼 聽說今年跨年外島跟本島組 了解 其實蠻酷的欸被分開 活動還沒公告 外國主盧卡 對啊 我是外國主 我應該要表演嗎 我爺爺奶奶應該會殺魚 結果露卡頭上紅白 喔沒有這回事 一口嗎 好啊 對露卡來說這裡才是外國吧 喔也可以這麼說啦 對啦 好小氣 Countdown TV好像也不錯啊 很想吃一口 好啦好啦多一點多一點 亂錄一下NHK的敲鐘直播 欸搞不好我在裡面喔 搞不好我在裡面拜拜 可是 倒松那邊一定超多人 就是 附近的人 都先知道 今年日本在哪邊 敲那個敲鐘 對 然後那個廟就人很多 其實給這件事台採訪 LUKA就好了 喔現在連採訪都不行喔 真的 對 連採訪都 不太行 所以就有點 欸 那種 後期三零線有爆跨年活動嗎 不知道欸 搞不好有吧 因為三零線也很大啊 就 搞不好三零線的某一個地區就有辦活動 太嚴格了吧 太嚴格了吧 我會覺得 要馬賽克 對 就只能當馬賽克 北極小晚安 喔我突然想到 我 我有 我二十二不能開 還是二十 欸底下 對 我二十二好像不能開直播 三零線M小姐 好像不錯 底半三那個 對 對 但我忘記 我在 刀粉裡面 是填的是 幾號 二十二 我再 我再確認一下 對 因為二十二號突然有事情 然後我 我寫十一點半嗎 二十二十三都有 我寫括號是不是 喔對我好像真的認識 好到時候再說 到時候再說 好 喔對 我最近不是買這個手環嗎 然後我買的是 欸這個好像有黑色跟銀色 還是金色 有兩種顏色 有兩種顏色 對 然後我買的是 金色 這是金色嗎 其實我覺得是銀色 然後銀色的這邊是白白的 結果現在已經有點黑掉 變成灰色 你二十二寫直播不確定 OK 跨年跟青梅走馬 一起去神社參拜 喝甜酒客 喔路可好現衝 我沒辦法啊 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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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跟家人過 如果卡妹不回來的話 我就是跟 我就是跟我媽跟外公外婆 四個人過來 其實也不錯欸 比起一個人 只是碰獎比較可憐 阿尼 幹嗎 好大聲喔 阿尼 阿尼 你怎麼一直在跟家 今天一直在哭 這個小孩 他一直在哭 怎麼會這樣 本家 我講 哪個一種 單身卡 跟家人很值得 對啦 本家可以跟小琴很好啊 對 換起來看起來很不爽 你不是要換雙 喔對 我買了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拿到 喔他要脫了 我要 他只是想 進入髮夾 然後脫了 你不要 脫在那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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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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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拍到他的嘔吐的東西嗎? 好像有拍到一點點 碰槳不開心偷吐 那一攤應該很臭吧? 有一點點 都有看到嗎? 很突然有露到 他就一直喵喵喵喵 但還好他吐在地板上 碰槳比LUKA還痛 通常呢 媽咪吐的時候 準備的東西就是這個 塑膠袋 還有這個酒精 衛生紙 一開始呢 把衛生紙 把他的嘔吐物 裝在裡面 如果在意的人 可以戴透明手套 但我已經不會在意了 所以就直接拿 這樣 然後放進去 對 然後放進去之後呢 就用酒精噴一噴 然後再擦一次 這樣就已經不會臭了 然後他剛剛在客廳也吐了一下 所以我現在就去清一下 對 對 對 我們現在都跑出去 對 我會做不高了 趕緊 對 好 處理好了 好累 不然現在還好嗎 它看起來很好啊 貓咪我也不知道 它為什麼會 但是他們 比起我們人類 就是很常 很常會吐的那種 他最近很常吐 好像也是 對 他昨天沒吐 但是前幾天帶有吐一下 他今天吃飯了嗎 有啊 他都是吐他今天吃的東西 你看 但感覺沒吃到奇怪的東西啊 我相信他剛剛吐是因為他已經叫了 叫了很久然後就開始不舒服 身體狀況不好嗎 也沒有 貓咪就是會很 很常會 吐的貓咪 欸不是 很常常常會吐的動物 還是 還是貓咪是這樣保持身材的 也沒有啦 貓咪這裡去的特別有呢 但是說實話剛吐完不能餵他 吃東西 至少要等一個小時 心好累喔 為什麼我們家的貓咪這麼 這麼不乖 來 我看一下 100分 現在在 處理嘔吐物膠水嗎 沒錯 然後可以請貓咪過來 拖下一趟 噴香水好像也不錯 太多畏 因為我肛沒有噴 對呀 我已經習慣這個臭味 但是我相信我朋友一進來 我家一定會 說很臭 橘胞之翅 我已經習慣 碰匈的便便位 跟尿尿位 還有他的 嘴巴味 嘔吐味 什麼都習慣了 呵呵呵呵 對啊 就養貓就真的習慣了 還是我的鼻子好像本來就沒那麼敏感 我媽的鼻子就超敏感 超級敏感 一聞到臭的東西 她的臉會 臉也會跟著臭 然後她說 她說她聞到奇怪的東西 然後我爸在 我之前我爸在旁邊 抽煙她就 的那種 其實蠻欠揍的 用起來都讓我聞到味道 可是卡媽之前不是一起煮 對啊 綜藝卡 就是我媽 我媽她個性就有點誇張 她就明明就是小事 但是她把事情放很大 對 她媽可能想要她戒煙 戒煙 戒煙 都有吧 她 因為 我媽 我們家人都希望我爸不要再臭煙 可是我爸都不聽啊 對 對 要我嫌得自己不爽吧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只要聞到臭味 她就是 就是 就是那樣 然後我跟我妹都說 你媽真的很誇張 戒煙 戒煙 等這兩個字 等了兩年 沒辦法 對 對 我爸 好像高中 高中就開始抽 還是國三 有點忘記 我爸 我爸就 聽說小時候就是偷偷 偷偷拿我 我爺爺的那個 爺 兩年不止嗎 國三還是高三啊 好像是高三 對不起 對 對不起 不是國三 國三太早了 對 他說 他要考大學的時候 壓力很大 然後就 聽說 卡爸有 煙酒三嗎 真的就好像沒有耶 雖然我爸也是會喝酒的人 嗯 我不知道 可是 他一直會咳嗽 煙酒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對 就有些人喝酒的人都是 講話都是 就是這樣 你都就是簡單 因為我爸也是 卡媽知道卡爸會抽煙還是選擇在一起 喔對啊 喝醉了會生氣嗎 我爸喝醉 我爸不喝醉也會生氣 有些沒喝的也會 就是 有些人對 有些人確實喝酒才會生氣 我爸就是一直都 就是 他脾氣一直都沒有很好 所以 他就算喝酒也不會 變成 就是突然罵我們那種 生氣分不出來有沒有喝醉 本來就在生氣 他不是一直生氣 是 他的生氣的點太 低了 對 所以喝完還是一樣 對對對 喝完 他喝完就是 因為他是關西人 所以 他喝完就是一直講話的那種 對 關西人都蠻喜歡講話 我們家生氣的話 你們家生氣的點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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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我 呵呵呵 就我爸就很低 我媽也沒有 我媽也蠻低的 然後我妹妹也很低嘛 你們應該知道 然後我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但是 我跟我家人比的話 我好像 我好像真的蠻低 碰獎最 應該是碰獎啦 對 應該是碰獎 呵呵 對啊不能跟 我們不能跟我們家人 對 不能比我們家人 呵呵 所以LUKA是最容易生氣的 欸不對 不對不對 LUKA是最不容易生氣的 我相信 啊對不起 生氣的點 剛剛是不太容易生氣 低 是最容易生氣 喔這樣的話 應該是我媽 我媽最低 我媽最低 卡媽感覺是最火爆 嗯我也覺得是我媽 搞不好是我爸是 我爸是最高 但也沒有到 多高 對 對 卡媽會打人嗎 小時候會啊 你們家人不會打你們嗎 我爸媽都會打我 就是對 國小的時候吧 那魚罐是不是超愛生氣 卡媽小時候會的意思嗎 我只有我媽會打我 生氣時間會很久 會 嗯 我不知道欸 但我們不太會冷戰 因為我爸會凶我 對 就是一直冷戰我爸會 我爸會打我 所以就是沒辦法 就算生 就算我心裡 還是很不 還是很不開心 也只能就是 假裝已經 沒有沒有 沒有 不開心 這樣 我爸不打人喔 怎麼這麼好 好累喔 忍不起來強行開火 喔對對對 那種 欸我聽說 有些朋友就是 好久沒有跟我爸 講話的那種 對好像也有這種人 但我們家就沒辦法這樣 我同事收碰甲梯很可愛 怎麼突然收碰甲梯 不爽幫你收出來 我好像被打也沒 也什麼在怕 剛剛下班換衣服 被打喔 可是男生被打 跟女生被打 不太一樣吧 話說Ruka看空氣有哭嗎 有哭一點點 我媽大人都會拿那個 臀條很痛 被女生打我會比較可以接受 被媽媽打嗎 三下不能這樣 但我現在想不到 我很久 我小時候 最嚴重的爸媽吵架是什麼 但是 我有一次打被 我被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有一次我被我爸打 他是 我在這邊 我記得是我在 我跟我爸都是 坐沙發 他直接打 這樣打我 我的腳這邊 整個變成我爸的手 然後整個轟掉 然後我爸看到說 你幹嘛打那麼 幹嘛打那麼大 然後我爸就很不爽 然後就看到我的 看到我的大腿就是 這樣笑 然後 我就爆哭 因為真的很痛 對 就是有我爸的手印 對我就是 我不理他 他就會這樣 為什麼要突然打你 好像是我高中 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很不爽 對不起 我很不喜歡我爸 因為 我有點怪他 他不讓我 讀日本的學校 就是 反正就是 對啊 我就是很 很恨我 我爸爸 然後 他就問我高中的事情 然後我就不想回答 然後我不回答 他就直接打我 有點暴力傾向的感覺 對啊 真的 這個好像有說過 想讀日橋學 日橋只到國中 高中我想回日本 然後我爸就問 你未來想做什麼 可是國中 一個國中的小妹妹 怎麼可能知道 自己未來想做什麼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如果沒有想做的事情 那就 那就留在台灣 要這樣 對 但我說我不想 我 我 目前沒有超級 那時候沒有超級 想做的事情 但是至少有 不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爸就 不聽我不想做的事情 這件事 所以我就不喜歡我爸爸 我 你不是小時候 還被丟到沙發上 還被丟到沙發上 Luca的小腿怎麼有預期 預期嗎 哪裡 這個 欸真的耶 應該是搬東西的時候 應該是搬家具的時候 打到吧 剛剛打一下也太激動 我如果跟Luca吵架 我會打自己 Luca怎麼可以這麼白布 自己打自己 不過還好你人在台灣 不然遇不到你了 說的也對啦 但是當時 等一下 當時跟現在 雖然現在可以這樣講 但是 我還是沒有很喜歡 我家人 對 女生都會莫名的 郁青 我的泡麵已經亂掉了 已經不好吃了 但還是可以吃 可以把家人的船頭開出去 麵還沒吃完 對啊 而且之前 我不是在你們之前 跟家人吵架的時候 你們繼續留在家嗎 還是出去 怎麼可能會跟Luca走到場下這路 Luca生氣會打人嗎 我不會打人 但我會打桌子 對 因為打人的話 我頂多可能會抓這裡 看他講什麼 我應該不會打人 對 因為打人的話 就是被罵的 就算對方錯 但是被罵的一定是我自己 對 握手會請打我 這個問題我只能說天幕公園蠻好睡 不想要出去啊 丟門是一定要的 打窗簾 對我之前就是真的沒地方可以出去 所以就算不想 不想待在家也只能待在家 但是我想說如果 我有一個地方 像是朋友家 什麼的 就是如果可以在那邊 可以去那邊就是 休息什麼的 那應該是多好 就是朋友會安慰你啊 說沒關係啊 你可以待久一點 你沒有那麼生氣再回去吧 他這種朋友 我就沒有嘛 沒有朋友怎麼辦 沒有我想說 你們應該有這樣的朋友吧 會被老爸說出去 就不准回來 可以不用回來嗎 耶 但是我媽 我媽是一個 就是超級擔心的人 所以他一定會去 如果我真的會這樣 他一定會去我朋友家 然後一定把我抓回來 沒這種朋友因為住太遠 對啊 我也是 台灣的國小國中不是都是 讀附近的學校嗎 除非你是讀私立學校 卡媽是不是有一點保護過度 對啊 這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 他的過度真的有一點 不正常 因為去就 真的喔 我媽跟卡媽很像 可以理解齁 所以學校離家很遠 在窗口監視你 對啊 我來回家的時候 我跟我媽的時候 我快要到了 結果他從窗戶這樣 這樣看我 結果看我跟誰一起回家 超可怕 粉絲是不是也關注國度呢 對啊 除非讀私立學校之類的 還好我家交通算方便 坐公車可以到 國小國中都是 就進入學的 難為他知道你巧克力要給誰 這個跟那個不一樣 巧克力我相信我媽 我媽的觀察力 好大 但是 那時候我也不是啊 我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然後也沒 我也只是說我 我快要 我快要到家 結果他就那樣 卡媽可能看你有沒有跟男同學一起回家 對啊 結果但是我沒有啊 我一個人回家 只是回家了稍微晚一點而已 對 他就看我是不是從 我其實沒有搭公車回家 是不是男生騎車載我回家什麼的 所以他這樣 從窗戶看 我從哪邊走路這樣 真的很可怕 坐外面比較自由巧克力下落 以前家長的話是很單純 我是高中才跨區教讀的 很多女生家長都這樣 但這是大學的時候欸 大學喔 那時候卡媽有禁止你交男朋友嗎 嗯 交男朋友之前 就是 我只要 我只要出去玩 就算是女生或是男生 他都會很明顯的不開心 對 大學有點誇張 對吧 但那時候卡妹不是住家裡 所以 他 他就玩得很開心啊 卡媽派尼被男生帶去過夜 應該是吧 但我也沒那麼笨啊 我是我媽的女兒 所以我不可能我腦袋那麼笨 結果他 他真的想太多 有帶男朋友回家過嗎 沒有 男生朋友男 女生也沒有欸 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不想讓我朋友 給我媽看 卡媽可能以為你很笨 卡妹太無 無憂無慮了 對啊 被帶去夜店就 不可能 我這個個性的不可能 我不喜歡 我不是很愛玩的那種 這麼笨不好說 說不定卡媽妹 卡妹好好喔 我現在想到 卡妹大衣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人住 然後那時候 他原本說 我媽問我妹 你現在在哪裡 然後我妹說 他好像是 好像跟 他們舞蹈社的人一起 烤肉嗎 反正就是 晚上差不多八九點的時候 他還在烤肉 然後我媽就跟他說 十一點前一定要到宿舍 這樣 對 但是我妹完全沒有 沒有已讀 然後我媽一直打電話 打電話 然後有一次接到了 結果 有一次接到結果 那邊什麼都 沒有我妹的聲音 然後還聽到 就是男生的聲音這樣 對 然後想說 我媽說怎麼會這樣 反正就是 我妹的手機應該有接 但是 對 就是沒有卡妹的聲音 就只聽到一點點男生的聲音 對 很可怕吧 然後我媽 覺得 我媽就掛掉了 然後再過一個小時之後 那時候已經十一點 對 然後卡妹就跟我媽聯絡說 我現在才到家 不是 對 他說我現在才到家 然後 因為手機剛剛都是沒電 所以 就是他都沒有 已讀他的 他沒有已讀我媽的訊息這樣 我還以為是卡妹的手機是男生接的 所以我不一定是男生接的 沒有 雖然我妹說這樣 但我現在 我長大後 現在應該是 我媽打電話給我妹的時候 他應該還在那個場 然後他沒有回去 然後可能他手機放在口袋裡面 然後不小心按到 對 然後就是因為身邊有男生嘛 所以就是男生的聲音有 對 被聽到這樣 但是我妹那時候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是 這應該不是我接的什麼的 然後我媽就以為那是混線 她說賴會混線嗎 這樣 就是 不小心 打電話 打到 別人的電話什麼的 有可能 果然還會射火箭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 一定 應該真的是我妹 我妹其實手機 還有電 但是她不想回我媽 所以假裝就是 手機沒電 然後就是一直都在那邊 我想說應該是這樣 基本上不可能 對不對 我也覺得 不太可能會混線吧 就不想接而已 反正那時候我媽 我媽判斷 那個是混線 看手機的齁 不是手機 LINE LINE電話 就覺得很奇怪啊 但是想說 開宿舍的話 就是 都可以這樣 真的 怎麼那麼好 卡內有被罵嗎 沒有啊 她就這樣說啊 就是 她雖然早點到家了 但是她手機剛剛沒電 所以一直在充電這樣 然後我媽說 那剛剛的電話是怎麼樣 然後我妹說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好可怕啊 怎樣 你媽認為這樣就好了 對 卡媽 我媽就真的蠻傻的 然後有一次我妹 國中的時候 她染頭髮 她染頭髮 然後我妹 我妹跟我媽說 就是 她用洗髮金錢 先用潤髮液 再用洗髮金 所以才會一直褪色 變成這個顏色 然後我媽就真的相信了 然後我跟我爸都說 不可能會這樣 她一定有偷偷染 結果我媽說 沒有 她就是這樣 我妹應該不會說謊這樣 然後我說 我在曬完查 都不會查到這種東西 然後我媽就說 那你查的不夠認真 這樣 我現在想到 就真的 我媽真的很笨 卡媽很相信卡妹的感覺 她 她 就是查到 會這樣 她就會查 她就有查到 熱髮 熱髮一些用 可能會褪色這樣 所以她 對 超荒謬啊 對啊 可能卡媽覺得卡妹比較聰明 她講的是對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她覺得網路上查到的都是正確的 這樣 但我現在後來長大後 就是查一下 我媽是怎麼查到的 我是有查到的是 染頭髮之後 然後 如果 沒有好好的順序 洗頭的話 可能會很容易褪色這樣 但是那是染頭髮之後 不是一般的黑髮的人 這樣用那個洗頭髮就會整個褪色 不可能 但是我媽就一定是沒有看清楚 對啊 那是染劑的褪色 對 不是 黑頭髮的褪色 但我媽就真的相信 然後就沒有罵我妹 我就真的 很傻眼 然後我妹也一直說謊 一直就是騙我們說 我沒有染頭髮 沒有染頭髮 我明明就有 而且都是偷偷染的那種 真的很可惡 是不是 是不是二女都是這樣 都不怕做事 卡妹是不是很常說謊 小時候很常啊 叫媽媽行一次看看 卡媽會不會讓你們染 卡媽會不會 不是 這是國中的事情 一般的公立國中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染頭髮 哈哈 大學就算了 國中欸 卡妹可能被蟲壞 對啊 所以卡媽還是不相信疫苗嗎 對啊 他完全不相信疫苗 對 雖然我現在也不太想打 但是 也不是完全 我是沒有懷疑到 打了那個會什麼 呃 三年後會 一定死的那種 謝謝先生的祝祝你 染頭髮會被激過 後來我妹就被老師抓到說 你要染頭髮 染黑 她才買了 染黑劑 對 然後我就跟我妹說 你染 你染黑劑 你用 你用什麼 染髮劑 然後我妹就很不爽的說 就是這個啊 然後我問她說 那你染咖啡色的時候 你是用哪一個 然後我妹說 我沒有染啊 這是網路還眼吧 這是什麼爆料大會 三年後一定是 反正他們說 因為最近日本很多藝人就是開始 也不是開始的就是 有些人就是過世了 然後有人就是很相信 那一定是因為疫苗的關係 我想說 他們 他們只是 你們都不覺得他們是 有別的生病嗎 這樣 就是最近不是有一個日本偶像 他過世了嗎 就是那些人他相信那是疫苗 因為打疫苗的關係 可是 網路上都沒有寫因為是疫苗 對 他從來沒有 有人說他打了疫苗 但是 他們都這樣亂拆啊 然後說 他也可能打了疫苗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像 很多人就是 那些傻傻的會相信 對 有感的死亡率還比新冠高 忘了是誰 最近 如果最近要注意有感 好啊 那完了再一年我會死了 對啊 但是搞不好我再一年會死了 才不會呢 對啊我是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到這個程度 對 那就是 現在我是相信 打跟不打 對我來說好像沒什麼差這樣 現在的話 對 還是會感染 我已經剩下不倒疫苗了 怎麼辦 沒事啊 那些都是他們 他們在講的事情 沒事了大家 沒事了大家 那就是 對啊 我媽就是一個傻傻的人 對 所以之前做事都是我爸做 對 我爸至少會做事的人 1.5了 謝謝大家 今天就講了 今天就講了 今天就 是不是今天我都在講那個我家人的壞話 謝謝親你的一顆心 今天要吃什麼甜點呢 我還沒買耶 但今天的熱量還蠻高的 再看一下 謝謝M先生的告白氣球 我 也講了我的壞話 沒有 這不是壞話 我不是在diss你 我只是覺得這個搞笑藝人有點像你 泡麵熱量還好吧 真的嗎 看一下哪邊有寫 這個是寫在上面 300大 喔 其實還可以 那是稱讚 沒錯 那是稱讚 我猜300多 喔好厲害 一陣 算正餐的熱量不用看 我最近都在 輸入我今天吃了什麼 然後缺了哪一個項目 維他命啊 鐵啊 什麼的 如果有想參加整人系 我不想 我不想被整人 而且綜合格鬥家 對啊 謝謝PLUS的甜點圈 你是玩APP嗎 喔對 有一個減肥的APP 然後每天走幾步 他也會 記錄怎樣 那個甜點圈也太短了 比你的啾啾你長啦 感覺很厲害 還好還可以 還好還可以 他搬滿整人的人 你是用哪一個 我是用什麼Feed 我看一下 我是用日本的APP FINC 這是什麼 他才99 超值 很超值 99 怎麼不再開爛你動起來 我今天去試衣服 我發現 真的有點緊 快要兩個禮拜了 從減肥開始之後 但我體重真的好像 沒有到很 變很輕 RUKA感覺變瘦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我吃的東西都蠻正常 對 我有想一下稍微不要吃太多糖類 然後吃多一點肉 對 我最近還買了花葉菜 我原本很少吃花葉菜 瘦很多很多沒有 拜託 你到時候 如果我真的變瘦 才跟我說這句話 不吃甜你應該會猶豫 等一下清雲的那個頭貼是你自己 還是 還是 花葉菜不錯耶 對 澱粉少吃一點 對 聽起來很健康 我看一下 這是清雲還是 遠看真的很像你 對 真的分不出來了 你要不要給別人 就是 沒有看我直播的人 看一下 我在日本電視上 看到我自己了 已經分不出來了 對啊 不萬開哥不是清雲 你可以這樣騙大家 我上電視了大家 沒看你直播 也不知道這是誰啊 大家都以為這是清雲 路上也有人 很多人超像清雲 也還好 還好啦 好啦 我要我要念直 不是 我要念版了大家 一個半小時 今天的第十名 第十名是 很多妞 謝謝 based 天 第8名是歐比王 謝謝歐比王 第7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6名是杜樣樣 謝謝杜樣樣 第5名是聖元 謝謝聖元 第4名是清雲 謝謝清雲 第3名是米酒 謝謝米酒 第2名是艾姆先生 謝謝艾姆先生 然後今天的第1名是強哥 強哥送了好多 只是我 他應該是用視訊 清雲在新竹你不會沒事看到他 謝謝路卡直播辛苦了快去買甜點 晚安辛苦了謝謝路卡 謝謝路卡晚安 你確定那是清雲嗎 辛苦了辛苦了 其實我在路上比較看到 我講一下比較看到像誰的人 比較看到像柏翰的人 呃呂冠 柏翰那種感覺 七雲九宮格 像我的人應該蠻多 喔對 對對對 就是比較像社員啊 柏翰啊 呂冠 就是瘦瘦瘦 高高戴眼鏡的人 好像比較多 呵呵呵 如果在台北看到我TP 又沒活動 拜託不要跟路卡說 什麼意思 格子襯衫 好啦辛苦了大家 掰掰 已經11點了 早點休息喔 晚安 晚安 謝謝 咪